有一次我跟一个同兄 就是有点争执 就是他对于孝顺 因为他平时和父母的一种相处方式 就是会有争吵 然后会和母亲有这种对撞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不要一直跟你妈妈去争 他怎么说你就随便他 但是他说 我说你这样就是 第一个就是不孝顺 但是他说 我虽然是这么跟我妈这样的相处方式 但是我平时还是对他很好的 他要干嘛干嘛 我全部都是顺着他的 只是在语言方面 他就是不肯跟他妈妈让步 我想师父对这个开始影响 他觉得他这个也是一种孝顺的方式 比别人就是嘴巴上面不说 心里面就是对这种父母不好 他觉得他的好像更好一点 笑个魂了他 他叫笑而不顺听得懂吗 他叫笑而不顺就是对妈妈爸爸好 叫笑 不顺着爸爸妈妈 跟爸爸妈妈顶坐 那叫不顺 听得懂吗 所以孝顺孝顺是两个 孝和顺分开的 有的人笑而不顺 有的人顺而不孝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他这种呢 我告诉你本身就没修好 爸爸妈妈在什么样 你也得忍耐 他把你生出来了 你也得忍耐 他年纪大还搞不清楚了 你也得忍耐 明白了吗 明白 我平时有跟他说嘛 我跟他说 他不要跟他妈顶撞啊什么的 但是他说 他说他克制不住 我说你这样怎么修啊 那他就 什么叫克制不住啊 什么叫克制不住啊 狗在马路上随便大小便 那也叫克制不住 克制得住就叫人 克制不住 那就是畜生 就这么简单 克制不住就去抢东西了 克制不住 那就去强奸人家去了 克制不住就去杀人了 听懂吗 听懂了 谢谢师傅 有什么克制不住啊 克制不住就进监狱了 明白了吗 明白 克制不住婚姻就破了 克制不住就出事了 听得懂了吗 嗯 听懂 谢谢师傅 你不是因为你 想要起我 Triad